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玩家与朋友史蒂夫发现了一处沼泽 玩家很是激动 他最喜欢沼泽了 说着二人就打算将住所建造在沼泽附近 可就在这时 朋友史蒂夫告诉玩家 他有点事要先退出游戏了 很早兴啊 才一起玩了不到20分钟 现在又剩下玩家一个人了 不过没关系 自古英雄多寂寞嘛 玩家正准备动身 开始准备自己的沼泽小屋 可就在这时 他的游戏变得异常的卡顿 就是怎么回事 这里又会发生什么不为人知的奇怪事件呢 好了 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大家 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三秒钟的时间 咱们故事开始 刚才短暂的卡顿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所以玩家并没有在意 可能就是电脑出现小故障了吧 搭建房屋的第一步 当然就是先撸树 没一会儿的功夫 玩家就搞到了很多的木头 他简单的挑选了一处区域 设计了一下自己的房屋 接着便开始动工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后 玩家的沼泽小屋便拔地而起 有门有窗户 就是没有屋顶 随后玩家准备去挖矿 可刚朝地下挖了没几下 周围便传来了诡异的声响 那是什么 像是某种生物发出来的声音 玩家愣在了原地几秒钟后 便在房屋附近观察了一番 并没有发现附近有什么MC生物 所以 那是什么 玩家有点小慌张了 为了安全起见 他决定将自己的房屋装上天花板 又等了一会儿后 似乎游戏一切正常 玩家决定继续去挖矿 可又挖了没几下 周围又传来了那熟悉的声音 如果恐惧分等级的话 刚刚玩家的恐惧感是三级 现在玩家的恐惧感已经飙升到了二级 就这样 玩家已经没心思再干其他的了 他一直等到了夜晚 但是在整片沼泽 看不到任何一个喘气的生物 所以那奇怪的叫声 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 诶 附近有一只小鸡 怎么能是他吧 玩家也不傻 他能分不清楚鸡的叫声吗 又是一番搜寻无果 玩家便决定先回到住所 为了使自己更加的放心 玩家将屋外插满了火把 毕竟光明能驱散黑暗 更能驱散玩家内心的恐惧 可当玩家在附近插完火把 再次返回住所时 异常出现了 玩家的屋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 自己明明记得出来的时候 已经将其关闭 走到屋内 好像这儿有点不对劲 之前这里有洞吗 好像没有 玩家现在的恐惧等级已经上升到了一级 所以高能也快来了 请平平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 打在公屏上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又跑到了屋外查看情况 发现屋外不知道何时 多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很多关于彩虹的歌 What 这是什么意思 玩家没看明白 可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的内容看完后 玩家是彻底慌了 他知道一场危险即将要来临了 玩家虽然很恐惧 但是他又有些期待 他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他又害怕去面对 玩家很纠结 在玩家再三思索下 算了 还是退出游戏吧 他正准备回屋重置自己的出生点 可下一秒 身后便再次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转过头去 指定不远处 一个长得像青蛙的实体 朝着玩家开心的奔了过来 玩家便开心的隔屁了 今天的故事跟一个神秘实体有关 故事刚开始 玩家正在与一位自称是老顽童的人在对话 眼前这个两病斑白的人 便是老顽童 他告诉玩家 他现实生活中已经78岁了 他很高兴玩家愿意让他加进服务器一起游玩 好家伙 玩家头一次玩MC遇到了年龄比自己大这么多的人 老顽童说 之前很多玩家都不愿意带他一起玩 嫌他年龄大 听到老顽童这么说 玩家决定出去换一套皮肤 好的 我们稍等片刻 STOP RATE 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被吓到呢 玩家现在这个皮肤怎么样 白白的胡须 好了 话不多说 今天玩家与老顽童会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呢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大家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三秒钟 谢谢了 玩家跟着老顽童来到了一处屋顶森林 这里的树都有高高大大的树顶 所以被MC玩家广泛的叫做屋顶森林 但同时在这种生物群落 由于阴暗潮湿 也会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 可玩家与老顽童并不知道这些 他们两个反倒对这种生物群系很感兴趣 可随后 两人便在这发现了异常 这里为什么会有房子 并且屋外有农田 玩家本能地觉得这有些不正常 由于老顽童MC并没有多久 所以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以玩家多年的游戏经验 这些农田和眼前的这座木屋 不像是自然生成的 但是自己的福气这段时间 也就只有自己和老顽童两个人 也不可能是其他游戏玩家搭建 那么这到底是谁在这搭建的 两人抱着好奇的心走了进去查看 只见屋内已经布满了很多蜘蛛网 看样子已经荒废很久了 不过玩家在屋子内的物品箱内找到了大量的物资 以及一本书 这里看起来很不错 不过当玩家看完了书本上的内容后 接下来玩家二人便不那么幸运 书上写着通过一个秘密通道 爬上一个梯子 会通往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 留言者是一个名叫Maggie的人 秘密通道难忘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里难道有什么宝藏 玩家并没有往不好的方面去想 随后他果然在这找到了一处暗道 玩家与老顽童顺着梯子 下入到了一个矿洞中 正当玩家准备继续朝里面探索时 老顽童叫住了他 他让玩家不要轻易进去探索 再等等 可玩家似乎不想听命于 眼前这个大自己很多岁的人 但是为了不伤害到老顽童的心 玩家决定还是等一等吧 随后老顽童给玩家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玩家 他发现了一处很深的矿洞 由于他的好奇 他下入到了矿洞内 随后他遭受到了危险 他很痛苦 最终变隔屁了 你也想像他一样隔屁于痛苦之中吗 玩家听完老顽童讲的 觉得很离谱 前面高的预警 请凭不添胆大的赶快将一打在弹幕上 胆小的将二打在弹幕上 麻烦打一的保护一下打二的 玩家不相信老顽童说的 认为这就是编的故事而已 老顽童见劝服不了玩家 于是他决定 他打前阵 让玩家跟在后面 反正自己也一把年纪了 也不怎么会玩MC 玩家此时突然觉得鼻头一酸 有些内疚 随后二人朝着深处走去 进来后只见这里有很多的物品展示框 和物品箱 以及一些头 似乎这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 玩家越来越感觉后背发凉 他想离开 可刚转身 一个戴着面具 拿着斧头的神秘实体出现在了屋外 这是谁 玩家本能地想要逃跑 可是他已经跑不掉了 再次重生后 游戏内已经是黑夜 老顽童对玩家说 这游戏太吓人了 我要让自己的孙子以后都不要玩MC了 玩家眼看事情如此严重 敢吗向老顽童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自导自演的恶作剧 希望老顽童不要当真 但老顽童没有理会玩家 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服务器 唉 玩家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从此后可能会断送一个孩子的MC梦啊 今天的故事跟一个神秘实体有关 寒冬已至 MC迎来了冬季 玩家有好朋友乔迪以及布莱克是本期故事的配角 而故事的主角又会是谁呢 好了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大家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 给个支持 谢谢 屋外寒风凛然 大雪纷飞 又正值夜晚 可玩家三人只建造了一张床 这就尴尬了 那这一张床建造了跟没建造有什么区别 谁也睡不了 那就都别睡了 等着天亮吧 大约十分钟后 夜幕过去了 朋友布莱克决定出去收集羊毛 而乔迪也打算出去收集羊毛 两人分头行动 而玩家则是负责看家 玩家无所事事 先是下入到了矿洞 挖了一会儿矿 接着又去庄稼地 看了看庄稼 随后又爬到了雪山顶 浮览着整座MC大地 现在真的有一种一览中山小的感觉 没过多久后 小九光便传来了布莱克激动的消息 他说他发现了羊儿 可随后 消息框又传来了让玩家不可思议的消息 布莱克说 他发现了这只羊儿竟然会上树 而且从树上跳进了岩浆池 嗝屁了 好家伙 什么时候MC中的羊都会上树了 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只羊儿 这下好了 没了 布莱克只能硬着头皮 冒着大雪继续寻找 而另一位朋友乔迪 说自己的妹妹找自己临时有事 自己要先退出去一会儿 说罢后便退出了服务器 现在服务器仅剩玩家与布莱克两个人 那么他们只需要再制作一张床就够了 布莱克还在寻找着羊儿 而玩家依旧是无所事事 在房屋周围转悠 可接下来 屋内却发生了异程 当玩家再次进屋时 不经意间在床旁发现了一块告示牌 走近后看到 上面写着 去睡觉 如果没参数的话 这里之前并没有告示牌吧 怎么会突然多一块告示牌 玩家赶快在消息框询问了布莱克 布莱克说不是自己 他让玩家不要着急 自己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没会儿 布莱克便回来了 两人看着眼前这块陌生的告示牌 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讨论 最终 布莱克认为 这肯定是乔迪干的 要不然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 突然临时有事退出去 肯定是他故意制造一种诡异的气氛 玩家觉得布莱克说的也不无道理 那就暂时选择相信布莱克说的吧 就这样 游戏内的天色又不知不觉 进入了夜晚 现在还是只有一张床 那么只能一个人退出去 一个人睡觉 这样可以快速度过黑夜 布莱克选择退出服务器 而玩家选择去睡觉 可接下来 诡异的现象又出现 玩家刚躺下入睡 消息光面谈出了一条红色的消息 去睡觉 玩家吓得赶快跳了起来 而布莱克此时也重新加了进来 他不清楚为什么游戏内还是黑夜 玩家赶快将自己刚才遇到的事 告诉了布莱克 可布莱克听后却冷笑了一声 我早有预料 这一切都是乔迪的恶作剧 但玩家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乔迪已经在此之前退出了服务器 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 确实退出去了 所以这根本不可能是他干的 两人正讨论间 系统提示乔迪又加了进来 乔迪刚进来 布莱克就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搞恶作剧 乔迪被问的是一脸懵 没一会儿后 乔迪便也赶回了住所 玩家与布莱克向乔迪说了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服务器内发生的奇怪现象 乔迪听后也在不断的强调 不是自己干的 如果自己说谎的话 那就玩MC永远都挖不到钻石 玩家和布莱克一听 乔迪这样说 也渐渐不在怀疑是他干的了 可玩家三人不知道的是 那个神秘的实体 马上就要登场了 前面高通预警 请屏幕前胆大的 赶快在弹幕打出1 胆小的在弹幕打出2 麻烦打1的保护下打2的 玩家三人正在屋外四周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突然玩家在不远处的雪山上 发现了亮光 那好像是一个实体 玩家还没仔细看清楚 那是什么 下秒这个神秘的实体 便直接顺应到了玩家面前 A了玩家一下 玩家的生命 已经快到了斩杀线 我去 那什么玩意儿 刚刚什么东西 嗖的一下闪过去了 是墨影人吗 不太像啊 玩家三人都慌了 玩家联盟炫了好几块面包 才恢复着自己的血量 未来安全起见 玩家三人都躲进了住所内 紧锁屋门 透过窗户观察着屋外的情况 可紧接着屋外闪过去了一个人影 看着样子 着实吓了玩家一跳 布莱克开门后 那个神秘实体已经站在了门口 吓得布莱克赶忙关闭了屋门 但随后 屋门便被打开了 只见一个面目猙獰 手里拿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实体 慢慢悠悠地走了进来 玩家三人都慌了 开始本能地自我防卫 但奇怪的是 他们的攻击对眼前的这个实体 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接着 在玩家的注视下 两位朋友纷纷被击倒在地 而此时此刻的玩家 就如同一只秋后的蚂蚱一样 下一秒 消息光便传来了一个名叫 杀手杰夫的消息 去睡觉 随后玩家也开心地逃避了 玩家今天在一处沙漠区域 建造了自己的生存小屋 在屋子外面 玩家圈养了几头牛牛和羊羊 以及种植了若干棵参天大树 玩家的到来 给着原本没有升级的干涸沙漠 带来了一丝绿意 屏幕前肯定有人会说了 啊这不科学 沙漠里面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种树呢 在MZ里面一切皆有可能啊 聆听着这舒缓甜静美妙的音乐 玩家很是享受这种一个人生存的乐趣 可越是看似平静美好 背后越是暗藏着玄机 好了 在本期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麻烦各位该点赞的点赞 该关注的关注 咱们正式开始 录完了树 收完了庄稼 喂完了牛牛与羊羊 玩家很是满足 而游戏内此时的天色也不早了 玩家将有用的物品存放在这物品箱后 接着便来到屋外 将没用的物品和垃圾扔到了眼前这座深坑里 随后便来到了萤火旁 静静等待着黑夜的到来 看着太阳公公渐渐归息 玩家提前将自己的房屋内外都插满了火把 随后去入睡度过了夜晚 啊 又是美好的一天呐 一大清早 玩家推开屋门 感受着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自己的额头上 他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可就在这时 游戏内传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 玩家下意识地回头看向住所 惊奇地发现 旁边的牛牛和羊羊们都嗝屁了 只剩下一堆掉落物 舒缓美妙的音乐此时结束了 而游戏气氛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玩家是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自己喂养的牛和羊 莫名其妙地嗝屁了 玩家环顾了住所四周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随后他又回到了住所内 也并未见到有异常 难道是刚刚有苦力怕袭击了自己的住所 不太可能啊 自己开的是和平模式 不可能有苦力怕的 想了半天 玩家也没想明白 算了 可能是游戏出现bug了吧 于是玩家又从附近重新圈养了几头牛牛 毕竟生存不能没有食物啊 重新圈养完牛牛后 玩家继续去完成今天的任务 那就是挖矿 大约五分钟后 太阳又要回溪了 看着天边的晚霞 玩家感觉很美好 可当他转头准备返回住所时 突然他注意到住所外好像有一个身影 接着便立刻消失了 那是什么玩意儿 让我们翻过画面看一下 那像是一个玩家 不过由于距离太远 并看不清其五官 玩家赶快返回了住所 回来后 那诡异的荧幕再次出现 牛牛们再次全部嗝屁了 这太离谱了吧 那个神秘的身影会是谁 自己是担任世界啊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那不是MC生物 前方刚刚的预警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 打在公屏上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的恐惧涌上了心头 他躲在屋内不知所措 下一秒 屏幕上便显示了一条绿色的消息 You are a disease 你是一种病 我不知道我翻译的是否确切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接着玩家看向身后的窗户外 一个体型比玩家稍大的实体 就站在外面 玩家慌了 他本能地远离并拿出了武器 紧接着这个神秘实体 便从玩家面前一掠而过 随即系统便提示 你被熄灭了 被熄灭了 什么意思 此时玩家发现自己的移动速度 变得异常缓慢 接着他按动F5 才发现自己变成了透明的状态 后来玩家上网查询了相关资料 原来这是一种病菌实体 导致其产生的原因 就是各种废弃物和生活垃圾随便乱扔 从而产生的一种带有病菌的实体 所以大家请勿随地乱扔垃圾 对不起 以后别再提我了 那是个意外 我本意并不是那样的 我们能和好如初了吗 这是怎么了 游戏刚开始就看到老六在向玩家道歉 很显然玩家已经原谅了他 而老六也出去挖矿去了 之所以老六会向玩家道歉 是因为老六在之前的游戏中 总是偷偷拿走玩家收集的物资和装备 并且最后还死不承认 所以玩家很是生气 这也就是最近这几期 没有和老六一起玩的缘故 当然 希望老六这次道歉是诚心诚意的 如果他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玩家以后都不会再和他玩了 好了 在本期奇怪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麻烦屏幕前的大家 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三秒钟的时间支持一下 谢谢了 玩家和老六这次将住所 建造在了半空中 这很像是一座空中村庄 因为这里什么都有 很快天变亮了 只见老六从矿洞中走了出来 随后便扔给了玩家三颗钻石 看得出来 老六这次是诚心诚意 弥补自己之前的错误 玩家很是欣慰 立刻就去制作了一把钻石稿 随后玩家也打算下入矿洞去挖矿 可刚走到矿洞口 诶 那不老六吗 他怎么在那 玩家一个恍神的功夫 老六消失了 不对啊 老六刚刚不是下矿洞去了 再次看向矿洞的方向 可以看到老六的名字 确实在矿洞内 那自己刚才看到的那是谁 玩家向老六说明了自己的发现 老六告诉玩家 自己一直在矿洞 那这就奇怪了 玩家不可能演化到这种程度吧 老六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僵尸吧 玩家看走眼了 玩家还是觉得不太对劲 随后他回到了住所 发现自己的物品丢了 明明之前自己放进去了11块铁钉 铁钉呢 又去老六的屋子查看 11块铁钉竟然在老六的物品箱内 这怎么解释啊 玩家又开始怀疑老六了 这才刚原谅你不到10分钟 你这老六又在搞这些低级趣味 可消息矿 老六一直拼命的向玩家解释 说自己一直在矿洞 绝对不是他干的 玩家这次并没有生气 反而想看看老六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福气救他们两个人 就在这时 玩家回头看向住所的方向 老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矿洞出来了 玩家目睹着老六从自己的屋子内跑了出去 接着便消失了 当玩家追过来后 发现自己物品箱内的铁钉又没了 玩家看得很清楚 那绝对是老六 玩家又本能的前往老六的屋子寻找铁钉 但这次铁钉并没有放在老六的屋子内 而是在屋外的物品箱内找到了 好啊老六 看你这次该如何解释 这次玩家并没有质问老六 而是一直在住所等到了天黑 可迟迟不见老六回来 玩家忍不住再次询问他 老六又开始在消息框向玩家保证 自己在矿洞待了一个白天 在此期间根本就没上去过 不是自己干的 而玩家已经有些恼火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老六一直这样欺骗自己 如果他以此来寻找乐趣的话 这也太过分了 玩家准备再次将老六提出服务器 可老六很委屈 他祈求玩家不要这样做 自己马上就回来 没会儿后老六回来了 老六告诉玩家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个人保持在一起 无论怎么样都不要分开 我一定要向你证明 这一切都不是我干的 玩家看老六说的这么认真 选择在最后相信他一次 那么好 现在首要做的是 赶快睡觉度过黑夜 玩家已经开始入睡了 但是老六好像没入睡 玩家不知道老六在搞什么 出来后 老六就站在他的部门口 玩家询问老六为什么不睡觉 接着消息框便传来 老六非常疑惑的消息 老六说自己刚刚已经入睡了 是玩家没有入睡 What 你是认真的吗 玩家又恼火了 现在老六说谎话 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可此时的老六却认为 是玩家在恶作剧 好了 现在两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 玩家认为是老六在恶作剧 老六却认为玩家在恶作剧 两人站在屋外争论了好久 也没争论出个所以然来 接着玩家便遭到了攻击 转过头去 是老六攻击了自己 玩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攻击自己 老六说自己并没有 他玩家不信 接着便开始追击老六 老六前面跑 玩家后面追 前面刚刚的预警 请凭不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公屏上 激活弹幕护体 就这样转了一大圈子 两人又回到了住所 也就在这时 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从玩家的屋内再次跑出了老六的身影 这次玩家与老六都看到 看来果然有两个老六 老六让玩家打自己一下 以此证明自己没有在做梦 这也太离谱了 为什么服务器内有两个老六 此时玩家查看了屋内的物品箱 发现里面的物品全没了 并且屋外的物品箱内物品也都没了 好家伙 这不能忍了 现在玩家顾不得思考这个一模一样的老六是怎么来的 他必须要找到他 KO掉他 让他还回自己的物资 就这样玩家与老六冒着黑夜 开始寻找另一个老六 很快玩家便在树林中发现了亮光 走过来后 那个老六就在这 可消息筐此时却传来了老六的消息 别开枪 自己人 什么 那这是谁 下一秒两个老六都站在了一起 随后消息筐传来了一条条老六的消息 玩家也分不清现在眼前的老六哪个是真的 老六告诉玩家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有一个真正的我 如果你能分辨出哪个是真正的我 你的福气就不会被闪掉 如果你分辨不出来 那你会永远失去你的福气 好家伙 玩家到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这一切又是老六搞的鬼 玩家现在很难抉择 因为他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假的老六 于是玩家玩了一招点兵点将 点到谁就是谁 好 那就是左边的了 哎好像选对了 假的老六被玩家消灭了 福气并没有被删除 那么自己肯定是选对了 正当玩家开心的得意忘形时 下一秒身后的老六却一言不发 玩家顿感大事不妙 接着消息光明传来老六的消息 你错了 随即玩家便与福气断开了连接 本次奇怪事件发生在玩家游戏中 突然收到了一条诡异的消息 原本就是夜晚的MC 却突然收到了一条奇怪的消息 第一个夜晚已经开始 什么意思 夜晚都明明快过去了 为什么现在又突然提示 第一个夜晚开始了 并且屋外电闪雷鸣 下起了狂风暴雨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好了 在本期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赶快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安点赞三秒钟支持一下 咱们马上发车 突然收到了一条诡异的消息 玩家顿感大事不妙 他先去外的走廊上 查看了一番后 除了倾盆而下的大雨 以及响吃天气的雷声以外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随后玩家准备离开住所出去看看 刚打开门 不远处的水面上好像有一个物体 那是什么 玩家有点慌张 他赶快关闭了屋门 稍缓了片刻后 玩家再次打开了屋门 水面上的物体消失了 应该不是自己看走眼了 刚刚水面上确实有一个物体 难道那是鱿鱼 看着不像啊 为了安全起见 玩家赶快回去制作了盾牌和铁剑 再次离开了住所 去屋外还事了一番后 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出现 接着玩家准备回去睡觉 可这次回来 玩家总感觉周围有点不对劲 站在门口 玩家盯着屋子内看了一会儿 下一秒 玩家回头 一个蓝色的物体就站在窗外 那是什么玩意儿 让我们放过画面再看一遍 这是一个蓝色的实体 这个模样很熟悉 这不是彩虹朋友里面的蓝朋友吗 就是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MC中 自己是单人生存啊 此时屋外还一直传来诡异的声响 玩家更加慌张了 他赶快躲到了二楼卧室中 极度恐慌的玩家已经顾不得睡觉 没一会儿后 周围又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转过头去 蓝朋友又出现在了二楼的窗户外 玩家是彻底绷不住了 他赶快趁着蓝朋友不注意逃了出来 于是一场追逐战开始了 玩家不断地逃跑 蓝朋友在其身后穷追不舍 大约跑了五分钟后 玩家甩掉了蓝朋友 再次回到了住所 可一眨眼的功夫 蓝朋友就又出现在了屋外 还好玩家关门关得快 这个蓝朋友应该不会开门吧 前面高灯预警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 打在公屏上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又开始了迂回战术 他再次的跑到了二楼 刚关上屋门 那熟悉的声音再次传出 接着 玩家的视野便被致盲 玩家赶快查看了窗户外 这次蓝朋友并没有在窗外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拿出盾牌和武器 时刻准备迎战 听着脚步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下一秒 蓝朋友便冲进了屋内 仅仅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玩家的生命直接到了斩杀线 还好玩家灵活的走位 让他再一次逃脱 此刻恐惧占据了玩家的大脑 现在玩家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字 可由于视野被屏蔽 玩家只能依靠着火把微弱的光亮 好不容易跑出了住所 现在的玩家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 四处乱窜 他能逃出蓝朋友的追击吗 不 玩家这次没有那么幸运 当玩家跑到了一片树林中时 自以为安全的他 想回头查看身后的情况 可刚回头 蓝朋友就在其身后 话不多说 今天是多人生存 玩家从某MC论坛下载了一张MC地图 并邀请进了自己的好朋友 霍克和阿影 三人的住所在一处雪山脚下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生物群系吗 住所温馨且大 三个人住不完 根本住不完 可以看到屋外是密密妈妈的树 有密集恐惧症的可千万别看哦 虽然是冬季 但是玩家一点也不感到寒冷 因为有两个好朋友和自己一起游戏 这是多么温馨幸福的事 但是这看似美好的一切 实则暗藏着旋径 好了 本集故事马上开始 安全屋的门已经开启 请屏幕前的各位赶快进入 进去之前麻烦长安屏幕中的点赞 扭三秒钟加固一下无门 生存呢 当然就少不了食物物资装备等等 玩家三个各自分工明确 玩家负责寻找食物 而霍克和阿影 一个出去收集羊毛 一个自知去挖矿 大约五分钟后 阿影和霍克都回来了 阿影先去住所内建造床去了 而霍克自知告诉玩家 自己临时有点事 先退出去一会儿 说话后 霍克就退了出去 此时游戏内的天色也即将进入夜晚 玩家赶快回到屋内 现在服务器内仅剩下了他与阿影两个人 两人趁着夜幕降临之际 甜蜜的睡了一觉度过了黑夜 啊 又是美好的一天 玩家与阿影正打算吃个温馨的早餐 可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一个ID叫做账户671的加入了服务器 这年头 大家给游戏账号起名 不都是越好听越好吗 怎么还有人起这种没有意思的名字 不过玩家与阿影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因为玩家这次服务器是对外开放的 附近的游戏好友都可以加入 就这样 玩家二人在住所内围着壁炉取暖 一直等到了夜晚 为了打发这无聊的夜晚 阿影决定给玩家讲一个小故事 那就是 从前有几个MC玩家 一起在生存服务器里面游玩 那天正值圣诞节 他们装扮了许多圣诞树 在自己的屋子内 可就在夜晚来临后 他们的住所附近开始嘎嘎作响 这几个玩家就推开屋门出去查看 发现屋外的夜空中 有一个很大很长的怪物 玩家几人都害怕极了 都开始逃跑 但是那个旁人大屋一直穷追不舍 玩家们一直跑 怪物一直追 最终玩家们跑到了一个死路 就在他们即将隔屁的时刻 其中一名玩家发现身旁有一个礼物箱 里面有一张纸条 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圣诞节快乐 嗨 原来是这呀 玩家差点都被吓尿了 故事讲得不错 下次可不许再讲了 阿颖 故事也讲完了 玩家也听完了 也该入睡度过黑夜了 正当两人准备回到卧室入睡时 突然系统再次提示 账户671加入了服务器 What 他怎么又加进来了 玩家赶快在消息框询问他到底是谁 可消息刚发送出去 接着系统便提示 账户671又退出了服务器 这个陌生玩家在搞什么 为什么频繁地加入服务器 接着又快速地退出 游戏气氛渐渐紧张了起来 正好在这时 朋友霍克也回来了 玩家与阿颖赶快将霍克不在的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阿颖一度怀疑 那个奇怪的ID是霍克搞的鬼 但是霍克听后向玩家二人发誓 自己绝对没有无聊到这种程度 看霍克解释大半天 玩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可以证明霍克没有撒谎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服务器不再对外开放并设置密码 只有他们三个人 如果从现在开始 那个陌生的ID不再加入服务器 那么就说明霍克在撒谎 这都是他搞的恶作剧 霍克并没有拒绝玩家的提议 就这样大约两分钟后 玩家三人又重新加入了服务器 三人如往常一样开始正常的游戏 可令玩家意外的是 没过多久后 系统便再次提示 账户671加了进来 看来这真的不是朋友霍克搞的鬼 玩家与阿颖都慌了 两人赶快在小几狂询问 这个陌生玩家到底是谁 他一直这样频繁地进入和退出 想干什么 最重要的是他是怎么能加进来的 玩家已经设置了密码 难道他是黑客 可还是老样子 不到十几秒钟的时间 这个诡异的ID又退出了服务器 玩家三人都快抓狂了 既然这样的话 他肯定还会再次加进来的 我们三个人必须趁他加进来的 这段时间找到他 看看他究竟是谁 于是玩家三人各自分散开来 静静地等待着这个账户671再次加入 果然不出玩家所料 他又加了进来 玩家三人立即在自己左手的区域开始搜寻 玩家处在一处茂密的树林中 由于树木太多 导致玩家的视野不开阔 所以他只能不断地左右横挪上下走位 而两位朋友也在边找边在消息框发出消息 让这个账户671有本事不要退出去 不过这次他好像真的没有再退出去了 并且幸运的是 玩家在自己的区域找到了他 就在前面 这看似像一个史蒂夫角色的玩家 但是他的眼睛和手都是黑色的 玩家追过去后他便消失了 玩家赶快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两位朋友 随后便在消息框向账户671发出了消息 玩家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使用一个看起来很诡异的史蒂夫皮肤 但是玩家希望他不要再躲着大家 并且玩家告诉了他自己的住所位置 玩家希望这个账户671可以来住所找他们 说罢后玩家就回到了住所 而朋友霍克和阿盈已经在住所内等候多时了 玩家也不清楚 这个账户671会不会来住所找他们 而此时游戏内的天色又进入了夜晚 前面高的预警 请屏幕前的各位超牛玩家 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激活弹幕护体 大约又过了五分钟后 玩家透过窗户 发现账户671又出现了 他赶快叫两个朋友过来看 此次两位朋友也都见到了这个神秘玩家的样子 样子确实很诡异 让人毛骨悚然 眼看着这个账户671朝着玩家的屋门走来 玩家犹豫了片刻后 鼓足勇气去开门 刚打开门 账户671就站在门口 瞬间吓了玩家一跳 玩家还没平复下情绪 这个账户671已经走进了屋内 接着便开始左右摇头 玩家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下一秒 消息方便传来了账户671的消息 这是一串数字 随后账户671便离开了住所 这是什么意思 玩家赶快追了出去 可追出来后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屋外就不见了账户671的身影 玩家又再次返回了住所 等了一会儿后 玩家再次打开屋门 他又出现了 就在前方的兵面上 玩家34号没有犹豫 火速朝着屋外赶去 过来后 只见这个账户671 还在不断的发送着一些 玩家们看不懂的数字和符号 并且他的行为举止 很像是一位玩家 玩家推测 这应该不是游戏内的NPC 但是玩家注意到 这个账户671发出消息最多的数字 便是13 13这个数字 在某些地方来说并不吉利 玩家感觉 这个神秘的玩家正在诅咒自己 两位朋友听后很是气愤 说着就开始攻击这个账户671 但是奇怪的是 他们的攻击 对账户671不起任何作用 玩家三人还没弄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着 账户671发出了消息 你们为什么攻击我 这一句话 把玩家三人问的 瞬间紧张到了极点 紧接着 又一条消息发出 现在跟我下来 话音刚落 账户671便顿入了冰面下 而朋友霍克和阿影 随即也掉入了冰面内 很快 系统便提示 霍克和阿影隔屁了 玩家是彻底慌了 他赶快跑回了住所 但是朋友们 并没有重生在住所内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两位朋友此刻也不再说话 不论玩家怎么发出消息 朋友们都没有回应 现在这种情况 换作屏幕前的你 你还会选择继续玩下去吗 玩家恐惧的眼泪 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 在极度的恐惧与紧张之下 玩家已经忘记退出游戏 关闭服务器 他在屋内小心翼翼的来回踱步 前方高能再次来袭 就在此时 玩家突然听到楼下有声响 他怀着忐忑的心 下入到一楼后 声响似乎在门外 玩家缓慢的朝着屋门走去 可打开屋门后 外面什么也没有 随后 玩家关闭了屋门 再次回头 账户671已经出现在了屋内 接着玩家便与服务器断开了连接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